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邦王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这次我们就说一下奥运已经结束了 当然有些东西还要总结一下 还有些奇异事情、特别事情 什么都好 过得很快 真的好像一眨眼 大家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这么有争议的开幕式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 结果他就闭幕式 闭幕式就正常很多了 当然也见到 Ton Cruz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平淡 对我来说 他们的筹备委员会 都觉得这个闭幕式 不要再搞什么 最后晚餐、什么创世纪 搞那些事情 正正经经 感谢巴黎就算了 但是我觉得下一届是LA的 其实我觉得 预料之内的事情 我想到是一些荷里活名声 对呀 竟然有预出 对呀 我反而觉得 恐怕也不敢游来最后晚餐吧 如果你让我选择 现在我觉得我宁愿选最后的晚餐 很多人反对 大佬 骂声死死了 搞中的出声 我觉得这个Ton Cruz 有点点行礼如意 你可能很承认 我觉得是我猜不到的东西 OK啦 OK啦 一般的 我发发反而 如果你选择的话 我也选择 可能我比较喜欢一些特别的东西 想一想到他肯定买了什么 美国英雄的精神 差不多 嘻嘻嘻的 差不多 反正是我预料之内的东西 我不敢说 exactly 全部一样 怎样也好 各花入各眼 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觉得是比较普通的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 我宁愿选择 这一句 待会有人截下 看看你到时 澳洲搞的时候有多聪明 澳洲搞我就预认了他不聪明 会不会找回Ragan姐 Ragan姐再来跳一跳 霹靂舞 我觉得澳洲应该是 也好 说回这次 一位 你知道奥运 之前也有难民队 现在也有难民队 就是 难民代表 塔拉舒 为展示抗议的标语被取消之价 原来他在标语上写 就是要令所有阿富汗的女性得到自由 这句话很明显告诉现在当权的塔利班政权 这位塔拉舒也辟你无女子组项目的选手之一 他和荷兰的代表 是两位通过资格赛 是取得分组赛名额的一个人士 一位是选手 在资格赛上 他本身已经落败了 不过他之后仍然拿出一块 是写着令阿富汗女性得以自由的环额 爆在自己身上 其实 俄制奥委会就是取消了他的资格 因为 说得对的 其实他很公道 之前台湾那些 弄了一张绿绿的旗 没收 没收 有些就直接 如果太激烈 可能赶你出场也不出奇 你记住他有些旗 用这个敏蓝话使他以为那些人不懂 结果被人收了 太蠢了 太天真了 是的 而且他大叫一些 敏蓝话的 一些有些争议性口号的时候 都是叫他不要叫的 这次 这位选手就被人取消资格 因为他就是展示政治的声明 好了 我觉得这样也相对公道 你别说什么支持你不支持你 因为一般来说 这些难民选手 一般是全世界都支持的 但是 奥委会都叫做顶住了压力取消资格 他最后就是 我想向所有人展示 什么是可能 这位来自阿富汗 塔拉书 塔巴班政权在2021 掌握阿富汗政权 就是做了难民租 移居西班牙 成为成员之外 收入限制女性权 场地以及其他地区 将会由国家的委员 澳委会和国际体育协会 以及国际澳委会 小组进行审视和作出处分 处分就是取消资格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公道的 即是你不让台湾 那些是有 争议性的标语 没错 他也是有政治性的意味 所以就不让 好了 途中这位阿姐 大家知道 相当轰动 说真的 整个霹尼舞大赛 有没有发觉 一二三名你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人 是不记得 但是他 这位澳洲霹尼舞选手 Rachel Gun 畅号是什么 Ragun 没错 雷射枪 他就厉害了 他就以这个独特的澳洲代鼠舞步 连续三场 都是得到零分 你记住是零分 不过不要紧 他就厉害了 他的这条影片 居然成为了当日所有比赛当中 最多人重复看的影片 因为 他的动作就相当特殊 这位36岁 比我年轻 说真的 大家知道36岁 他跳霹尼舞都挺大体力的考验 36岁的这位舞者 他就是令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的视频在全球里广传 他一系列最强 就是澳洲代鼠舞 是世界首创的 是不是因为世界首创 所以人们不懂评分 所以给了零分 对吧 但是有这么多评判一起看 其实也觉得不行 一起给零分 大家不接受你的创意 是 创意得了 他以独特的澳洲代鼠创意舞步 引来了全球观众的关注 从现场的画面 可以看到 Ray Ray Gun 他用 单脚站立 身体向后 养的时候 将双臂幻角 也有 側身躺下 是摩脚尖的动作 当然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可以说 我现在就代表澳洲 这个土著 因为土著也是 试很多动物为他们的神灵 现在我就用这招 但是 连续三场都是零分 无缘进级 但是他很自信地说 就说 我就是做自己的事 对于他来说 跳舞也是一个非常负业 是为了兴趣 但是 他的片 居然成为了全球 很火红的一条片 他不单是处理名校 麦国里大学的讲师 而且他也有 文化研究的博士学位 他亦被誉为澳洲最出色的女匹力舞舞者 原来2023年 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有资格 他真的有资格 2021年到2023年期间 代表澳洲参加细感赛 其实他是表现相当精彩的 是否他 好像当时未有学这些 是否他特意的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我看到他的舊片 好像 没有跳过这只 代鼠舞 OK Ray Gun 这位 他虽然 在积分阶段未能获成 未能进级 但他仍然 很坚信自己的舞步 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虽然得零分 他就说 年轻选手 在力量体力 爆发力方面 比我好很多 而我 就通过风格 创新 灵感 是 展现了不同的层面 三个字 就叫成熟程度 四个字 不好意思 成熟程度 这四个字 Ray Gun 就很清楚 说这个表演 可能不会获得高分 但仍然希望 展现自己 獨特的风格 展现澳洲的特别 也是的 代鼠就特别了 真是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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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都是那句 123 和这位阿富汗难民 都有人知道 因为他被人取消资格 123 没什么人记得 但是 这个 成为了全个比赛最令人难忘的一刻 就是这位澳洲的大学讲师 他不单止是富获了很多选手的深刻 很有创意 因为他研究这个 全球有很多粉丝 他的这个IG 的订阅人数是暴增的 事实上 这个霹尼姆被视为Hit-Hot文化的代表之一 同时也是本届奥运生增的比赛 比赛场地在巴黎协和广场举行 当然了 其实很多人有很多地方都有派人 当然了 这位阿姐 那些人就问 为什么 为什么他 你知道的霹尼姆 其实 体力很厉害 这是他叫代鼠母 会有个身体 会有个最重要的 他激励了一些武者的创意方面 就不要固守那些 以往很经典的霹尼姆的动作 现在其实他告诉你 其实可以加入自己的 创意文化元素 但是有机会是来睡 是的 他说创意对于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他也说展现的是艺术 有时候会受到评审的青睐 但是有时候不会 我做的就是展现创意艺术一方面 当然最搞笑的 这次赛会的裁判长 叫做 Jillian 他也表示 Piclip舞也是一种原创 展现你的国家 你所住的地方 是这些舞蹈 这位Rachel Gunn 他也做到这一点 尤其是代鼠是澳洲的一个 掌征 当然也是零分 不要紧 我觉得 反正 你喜欢你 他喜欢他 但是很搞笑 他就很厉害 他刚刚 在巴黎跳了 很多人跟着他跳 这就成功了 古动风潮 造成事西 你说他成绩就没有了 这个breaking 就没有份 但是如果在宣传方面 他取得了百分有多 说不定 可能下一届 奥运 评分标准会加入创意 这一栏 是的 他也说明了 我最重要的是创意 要把代鼠宝带到会场上 当然他对自己的表现 一点疑问也没有 你说得对 现在也有人说 究竟是否需要 什么都行礼如意 是否什么都要一个黑板 其实 最后就给力量 当然力量当中 有一些是创新的 他这个是突破的创新 说真的 以前没有人这样跳过 什么 会以后加入你各界元素呢 不出奇的 是吗 好 这次来到这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